兄弟姐妹们 我直接讲好了好不好 我刚刚有试图找答案 我也找不到 所以你就来吧 第一面应该蛮简单的吧 像第一题要讲吗 我快速讲一下好了 因为刚刚有在问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摆下它的定义了 基本上只要你的文字源 X有加绝对值 有根号的 还有我们的放在分子分母的 只要这三种形态 它都不是一般的多项式 它有它的专属名字 叫什么无理多项式 或者是分式多项式 或者是其他多项式 它有它的专属名字 但是不是非 就是不一般的整齐数多项式 就记它不是就好了 非一般 哎呦我手小抽筋 好不好就这样 所以这题用眼睛看可能就知道答案 像这个一看到 啊绝对值打X 啊分母打X 啊根号打X 这个方便没有讲哦 二分之一次方 二分之一次方代有sense吗 这就是根号X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应该是选3哦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哦 为什么3可以 啊这个根号 它放分母跟X没什么关系哦 它其实就是什么 可以写出X平方加根号二分之一X减一 对不对 本身文字元没有开根号 所以它只是前面系数有根号 那是没有X的 那就是一般实系数多项式 可以吧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 给你问啊 有没有想问的 第二题有没有想问的 罗里妈 都要问吗 像遇到这样子的题目 就是先写我们的余式定理 把它拆出来 他在干嘛啦 他在干嘛 靠腰勒 他就写余式定理出来了 LVX 备除是成商加余式 除是成商QVX 选然后再加上R 好就这样 那请问哦 则后处理LVX处理2S减一的时候 会长怎样呢 亲爱的 来我们再写字哦 你要注意 多项式的除法 没有你算出一个数字 它就是重新的拆解 它把它拆成另外的相乘跟相加 但整体的多项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你就会很希望把它写成2S减一 让它的除式 对吧 那你发现了吗 如果等号要继续等于 那这里是放大两倍 那你后面要怎样 对对就除以2或乘以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你的Q会变成多少 是不是2分之1的QVX 然后R咧 这就招操就好了 来找答案 S3 多简单 是不是就很轻松 对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 轻松接一 那右边要吗 右边想要吗 想要 看这里也想要 这个 我有点快速 那加油 来这国中的 来 Degree 来 写下 Degree的F 等于3 然后Degree的G 等于3 这个好像不写 没关系 你就加三次就好了 然后 Degree的F 等于2 我写这个好像没什么办法 我就写出来 然后相当核等一定正确 首先加起来三次加三次一定是三次吗 不一定吗 它可能会抵消 你说老师举一个S三次方加上负的X三次方 全部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是低于三次 可以接受吗 小于或等于三次 为 小于或 小于或等于三次 所以E就化差 好 再来加起来 同学 三次加二次 二次怎么样都不可能抵消到它的三次项 所以它一定三次 对吧 对 所以就选2 就这么样 好 再来 第三个 乘起来六次 在哪里 3 2的6 诶 等一下 好像是3加2 所以答案是5次 就这么简单 可以吗 所以3要选 诶 3不要选 3不要选 在LFS 属于H of X的双次为一次多项次 我看下来是我们的X在哪里 来这边 你拿一个三次方 去除以一个二次方 它的双是不是就是一次 然后你的鱼是 小于是厨师 这个是 听着我要讲什么吗 就这样 好 再来 5个 LFS除以H of X 可以得到 于是为一次多项是H of X 诶 同学 有没有可能刚好整除 有可能吗 那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几次 对吧 好 我知道它 我知道它 四包 所以写出应该写小于2 比较好 小于2 你们可能不要习惯 阿 对 要接吗 接 喂 您好 你好 您好 我自己有投资计划 谢谢 谢谢 喂 您好 我真的蛮有钱的 可是我真的蛮有钱的 真的不用 谢谢 感谢你哦 对啊 喜欢我吧 当然新大战的方式 受不了 诶 我跟你讲 这个女生 大概打给我三次 我把她电话哼死了 可是 算了 也许她是近期来 唯一给我打电话 给我的女生 她是一个女生 自留 哦 所以小于 BJ 小于怎么说 小于Degree的H of X 小于2次 他只要 于是的次方 只要比除是的次方小就好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选2次 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 就是这样 好 再来第二题 自己算 这个会自己算吗 你要检查它是不是音式 你就怎样 S的地方 是不是用一代 看它有没有等于0 如果等于0的话 就是它的音式 可以接受 我举个例子哦 就是Fx如果你可以把它写成s-1乘上q它没有任何的余式 这个叫整除嘛 对不对 那s-1此时此刻就叫Fx的音式对吧 那你这里s的地方用1做带入 这里是变成了1-1 然后qx 那势必整项有乘到0 就是一定是多少 0 这就是音式定理 对不对 可以吧 所以就把它带进去 刚刚有人问 这个怎么办 同学 这个你可以分成两个式子来看 科技承法公司可以写成s加1x-1 所以你要带什么 负1跟什么 F1 看它有没有等于0 如果都有了 就有 哇 就这样 拜拜 好 再来下一个 这一题自己算 完全没有绝窃 你把它撑开 小心 不要撑错 就是对了 就这样 这一题自己算 这是什么 直接除 然后你不要除错 长出法不要写歪 同学 这里有一个小诀窍 就怎样 缺相要 补零 像这里有缺三次项 你有没有补零 那就很好 就会除对 好不好 来 第三题要交吗 报你 其实报破蛮快的 我刚刚就想嘲笑他 但他没有那么可笑 还可以 你知道报破怎么报 你也不要直接报 同学 7的5次可以写 7的7乘以7的4 对不对 7乘以7的4 那是不是就可以合并了 所以其实报破好像还可以 但我们今天不要报破了 你可以怎么写 乱讲 都报破 不是哦 你可以link LX 你把7看成是X 这可以写成X的5次 减掉6的S4次 加2的S3次 减64X的2次 加3X 减22 同学 只是你的S的地方用7做带路 对不对 可以吗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然后X的地方用7带路 就等同于你的F的X 是怎么样 去除以一个式子 叫除以S-7所得的余式 这完全是等价 对吧 有讲过 那如果你要去除以S-7所得到余式 就是你要怎么做 对 就用中的图法做了 所以这一题是要困理中的图法 我中吗 好 我中一遍 好久没算了 细数不要超错 1-6 有没有缺项 没有 都不缺 减64加3 减22 你们这个刚刚有写吗 这个啊 这一题有写吗 干那你还叫我算 你算了 那我确认过原证了 加1 1加7 1 是多少 为什么你加你1乘7 看 闭嘴 然后加9 97 633 减1 -7 减4 47 28 哦 -10 好 可以答案-10 可以吗 你可以把它假想成 除以S-7所得的余式 这样可以吧 还有问题吗 哦 好不好 我就纯粹做而已 因为有些人这个 编辑心不要没那么强 但还是不建议直接杠开 当然还是 有点乃忧 好像也可以 但是可以更快 好不好 缺一下吧 好 再来 第四题要教吗 好 不用 来第五题要教吗 到底要不要 想要就要讲出来啊 就说你想要啊 然后我解咯 原作不要用变态 来 S-1跟它整除 整除就是什么 余式为0 对吧 然后来处理S-2的余式是8 然后想问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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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余式 同学 如果你看到这一题没有感觉 那有点奇怪 这个一看就知道可以拆解成S-2跟S加2 干你没看到 那要看到 好 那根据刚刚的定理 LS 如果你想要除S-2 S加2 它会有一个桑 因为MOS四方不知道 所以诞词我也不知道桑要怎么写 对吧 但它的余式 你要写得精准一点 它的余式是多少 S-A S加B 当然A有可能是0 但是你这里要写A S加B 要假设完一次项 你除以2次是 那你的那个多项式的余式 一定要假设什么 一次 对不对 只是A有可能是0 好 这样子 那再来 你有条件吗 有吗 你除以S-1 S加2会整除 也就是说 F1等于0 F-2等于0 对不对 可以吗 那代代是不是答案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 F2等于多到8 但因为我们这里有2跟-2 我当然会挑什么 挑这两个代录 对不对 你挑1 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Q还是会存在 对吧 我们这里要让QOX的多项式的位置数消失 所以一定是代2跟-2 大家发现 代价答案就结束了 S的地方用2代 这里有2 所以整串都是0 对不对 所以变成2A加B 等于多少 8 那S的地方用负2代 我看就知道比较有钱 所以负2A加B等于多少 0 解连利 负2代了 好 写出来 看还蛮好笑的吧 干闭嘴吗 我就感觉你有钱啊 哎呦 算 好不好 那我心算一下 挺好笑吧 算了算了 好心算哦 我真的覺得很爛 我這個也要心算 我一看知道a就是2嗎 那還要算什麼 我算什麼男人 來2 然後4好不好 那還沒寫黃 要不要帶我去 所以Rx 這裡是不是就是2x 加嗎 加嗎 對 加4 有加4 好2x加4 好再來第二題 你們是要問第二題吧 其實 第二題 對不對 來第二題他說 他是三次多項是 同學 他也說他這個 三次多項是係數是1 所以你不要假設a當係數了 他的係數就是1 然後想問Lx 同學 你如果經過了 剛才第一題的洗禮 那你這一題的假設 可以寫得比較完美 那麼寫 好囉 欣賞一下 你現在是不是 經過第一題 你只知道我Q of x 不知道 他就說是三次 那你的Q of x 一定可以寫成什麼 一次下 可以接受嗎 2次乘以一次 對不對 喂 寶貝 人家 你要約我 叫你媽 叫你媽 幹你娘 拜拜 我在上課啦 你打電話過來叫我 教你數學 臭你奶奶的 這個很兇啊 他那個嫁到說 袁松 你周末有沒有空 說你要又吃飯 大英的學姐 很可愛 你又吃飯 沒有 你叫我一積分 臭 我是不要 對啊 怎麼了 我還是沒進去 也是喔 完了 沒有啦 我不是那種人啦 我比較累喔 我剛剛在幹嘛 忘記了 二次項 成長B才好 二次項成長B才好 是不是三次 所以這裡假設 很巧妙 很巧妙 看到沒有 很巧 我現在思緒整個很亂 假設來個位置數 剛剛有A有B 來個 B 來個 我想大點 我寫珠好笑 然後加上2X加4 同學 那你這裡是不是 還要找一個位置數代入 2跟4 欸跟正 2跟2已經不能再代了 你要找誰 找1 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2跟2代入 這一定都是0 有代跟沒代一樣 所以你要找一個去代 那就是什麼 S的地方 用1去做代入等於0 你就給解說這個豬是多少 解說豬 MOS就求出來了 可以接受嗎 你有沒有聽不懂的 對嗎 你不要用2跟附和帶 2跟附和帶 這個都是0 懂我意思嗎 那就沒有用 附和帶就沒有用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題其實設計蠻巧妙的 還不錯 還不錯 來第四題應該不用我教吧 你自己去連續中二處罰好不好 這題很難嗎 這題就是連續中二處罰 你這樣中下去答案就出來了 可以嗎 我相信這題頭頭在講義上一定有講 你可以拿講義 如果你不會也可以拿講義上對照 你對照做一遍就好了 這一題100%斷考一定考 為什麼 因為它三次多項式的配方 可以用這個連續中二處罰 所以它一定會考 第二就是這一個在那個物理學上 不要說物理學在統計非常有用 你要做估計 我們會用X方程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類似的做法 去做連續中二處罰 好不好 所以這一個一定考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對照講義 那我就不教囉 你就自己做囉 好 還想要問嗎 說都沒有了 好我們上課 來如果你們有問題 等一下這一份的解答 我找一下 然後把它傳在我們的群組上 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群組嗎 好 那等一下我看一下 可不可以把它印出來 好不好 給大家欣賞一下 因為大家已經有得把它寫完了 好不好 好 就這樣 那現在呢 我們要做什麼 來 同學 打開你的新講義 我們現在要上一次跟二次 那因為它很簡單 它是國中的 所以前面會稍微快一點 那如果太快要叫喔 在這裡 前面真的蠻簡單的 好 來 首先我們從基本定義開始看 哦 數學都要先學定義嘛 先了解它是怎麼方選的 那我們再用它規則去做延伸 這樣可以嗎 來 什麼叫函數 這不是國一的嗎 同學 給定一個x 你看到嗎 後台角 我知道 這國一的喔 給定一個x 會得到一個 y 那我們就稱之為 y是x的函數 對吧 好 我給你一個結論 就是給你一個x 你會得到一個y 而且這個y只有一個 only u only y 然後我們就可以稱之為 y等於f of x 可以接受嗎 這是y等於x的函數的一個寫法 怎麼唸 再唸一次 中間這個括號我們唸off f of x 好不好 唸得不清不楚 就會越來越正確 那你知道這個怎麼唸嗎 我認真了 f of x f of x 你那個不不不 你那個 對 我跟教授說的 他說你就唸得越模糊就越清楚 因為有時候會有這麼多 等一下 我再多寫一個 這怎麼唸 f of x 對 就這樣 真的啦 算了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這樣 好 來舉例 s他說用有理數代 O等於1 就是一個規則 你看 當你的s用2 2是不是有理數 是 所以得出來答案就是什麼 1 它會有個對應關係 老師 s用3代 34有理數 答案也是1 怎麼辦 同學 反正只要有一個y跟對應 也許多對1 還是一個函數關係 可以接受嗎 那是沒問題的 再來 如果是0 同學 f of 根號2 只要是無理數數都對應到0 可以接受嗎 所以講白一點 函數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對應的關係規則 OK吧 行不行啊 好 就這樣 那定義域是什麼 就是x的範圍 寫一下x range 我賣弄一下寫一下英文 那直域就是y的range 就是y得到的答案 可以嗎 那當然它的答案會有個範圍 可能只能得到答案是1到0之間 你有沒有發現 像剛才那個就是最高1最小0 它的範圍是什麼 0到1 OK吧 好 就這樣 那舉個例子 像y等於f of x等於根號x 它的定義域是多少 s可以用多少代 來你睜大你的眼睛看一下 s可以用多少代 拒絲我想回家了 同學 s這裡啦 這裡有看到嗎 它是不是不能用負數代 根號裡面不能是負的 所以只要是正的都可以 對吧 所以只要怎樣 大於等於0就可以了 那我們用集合的符號來寫 s它的特徵是什麼 所有大於等於0的數字 我把它收集起來 好不好意思 我不是曖昧啦 我現在冒昧的問一下 請問這個呱呱 你有看過嗎 沒有是不是 介紹一下 那呱呱就是我們數學常用的集合 然後中文白話的意思是什麼 收集起來 你想收集什麼都可以 懂我意思嗎 它只是說我收集的東西有什麼特徵 像我收集x 那這一槓是什麼 後面的就描述它的特徵 只要大於等於0的我都要 收集起來就無限多個 然後每一個都符合大等於0的特徵 可以接受嗎 那舉個例子 假如今天我寫一個a 然後我說這個a的特徵是醜的 那a有誰 鐵頭嗎 章魚嗎 很多我嘛 就這樣頭頭頭就收集起來 可能有幾個 可能我們補習班 就可以收集到有兩個 一個鐵頭一個章魚 好不好 大家都帥的 好就這樣 所以這個符號就叫收集 沒有我了 那得到職域呢 同學 你一個大於等於0的數字 帶進去之後 你得到答案 是不是也一定怎樣 大於等於0 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你的y得到答案 一定大於等於0 所以來寫下y的特徵 y一槓之後呢 描寫它的特徵 都要大於等於0 為什麼要學這個敘述的方法 同學有無限多個 我們怎麼列都列不完 所以一定要學會敘事法 好不好 這樣 然後下面那一句 大家可以看過去 看一下 有點像廢話 這國儀就學過了 可以一對一多對一 但不可以一對多跟一對五 可以接受嗎 對應關係一定都有對應 你不可以同一個時間 發散去對應很多人 舉個例子喔 這個是 這個是我 可以同時間交很多女朋友嗎 可以 不是啦 不行啦 所以不能一對一多 算了這個例子不太好 我就很想教 那 閉嘴喔 也不行嘛 算了算了算了 我覺得關係好像不能 男女關係好像不能用來當函數 啊 就是不行啦 就一定要有對應關係啦 每一個人都要一個伴侶啦 好不好 就這樣 就這樣 閉嘴喔 就這樣喔 好 再來 來 他說同一個式子 等定 它值 通常是相同的 但不同式子的X就未必 同學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喔 MOS 等於S加1 同學 它是不是一個對應關係 是 它是 那你猜猜看 這裡的S跟這裡的X 也不一樣 一定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同一個式子 如果不一樣 它就會用什麼 另外一個位置數叫YRWD來寫 所以當S的地方用1去做代入 它也一定會是1 1加1 1就得到一個函數值叫做2 可以接受嗎 就很簡單 好不好 這是函數的對應關係 好 好 再來 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喔 先把學姐的訊息關掉 跟我一下下 我覺得學姐已經喜歡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要介紹一個東西喔 叫邪律 為什麼要講邪律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後面喔 有一些可以 可以用邪律的概念來寫喔 好不好 那以前有學過 呃 直線方向程式 呃 Y等於AX加B 有學過嗎 有嗎 對不對 那就是什麼 給第一個X 然後A跟B 是固定的常數 你可以得到一個Y 所以這個直線的對應關係喔 它也可以叫函數的對應關係 好不好 它也是函數 OK嗎 好 就這樣 我看到我看我舞蹈喔 好 來我們帶入一個值給你看 像Y點AX加B 假設這就是那個直線 Y等於A加B 我們帶入幾個值給你看 當然S的地方又用0帶 幫我寫一下 那Y是多少 是B 所以你會得到這個點 就叫0B 好 你寫一下 再一個好了 假如我S的地方用E去做代入好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得到它的Y是多少 是A加B 那通常在外面一點點 好 你可以得到這兩個點 那如果我想要去描述這一條直線的傾斜程度 也就是斜率 同學斜率會嗎 有交過嗎 有交過斜率嗎 有吧 沒有要叫喔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有交過嗎 有人沒聽過斜率嗎 大家看著我 我也是很害羞 我剛才知道怎麼做表達 大家也不講話 好啊 來啊 大家都來啊 OK啊 來斜率 這定義是什麼 我講一下 幹 我有沒有怕 就是給你兩點 到底會不會啊 給你兩點都不要 然後S1 然後S1 S1 然後S1 Y1 2點 那我們要定義它的傾斜程度 我可以由水平跟牽直的這個比值後來代表 可以接受嗎 假如S-S1 是不是這一段 S-S1 然後分支 哦就是比例嘛 就是一個比例 關系 哦比值 關系 然後Y-Y1 那我就定義它這個就是它的斜率 叫它的傾斜程度 用中文白話來寫就是什麼 水平分支牽直 我幫我寫一下 求求了 好這樣可以嗎 那以高這題為例 你會發現 好神奇哦 這一題的斜率是多少 是1-0分支 A加B-B 它的斜率是不是恰巧就叫A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A哦 很特別 就剛好是這一條直線的什麼 斜率 也就是它的傾斜程度 大家對傾斜程度有概念嗎 你覺得2斜不斜 那你覺得1斜不斜 還好斜 什麼東西 還可以 就是什麼 這裡一單位 向上一單位 這個斜波的傾斜程度就是什麼 斜率為1的情況 可以接受嗎 因為筆值是1分之1 那斜率有沒有負的 有有有 知道斜率負的是什麼情況 就像可能你走下坡 對不對 可能鐵頭後來走下坡 我不知道 這邊 來一個 假如這裡是20 然後向右1 所以是3 向下1 所以是-1好了 假如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算它的斜率 3-2分之負1-0 它的答案是負1 可以接受嗎 這感覺是什麼 向右一單位 然後你會向下1 單位可以接受嗎 這個時候斜率剛好就怎樣 是負的 所以它的方向 左上到右下是負的 然後左下到右上是正的 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下樓梯的感覺 如果你的人站在這邊 走下坡 然後我把它塗就這樣 這樣可以嗎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好 就這樣 好 再來 他說這個Y 好 這裡寫下 0B就稱之為Y的結局 那你幫我寫一下 結局 結局不是距離 距離 好 當一個科普的小堂尺 結局不是距離 它是什麼 結座標 可以舉個例 欸不行了 我聲音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喝口水水 你不覺得男生講也是很可愛嗎 很可愛 我媽媽都說我講話很可愛 我爸怎麼那麼想 我爸是軍人 我小時候很常被我爸打 有一次我記得印象深刻 有一次我跟我哥打架 結果我哥已經被我爸打昏了 他其實也不是被打昏 他就只是被打一下 結果他是假裝昏倒就找了下去 結果我就死命的奔跑 結果我爸就這樣不疾不許 然後穿一套內褲 然後這樣走出來 然後他拿起以前打遊戲的玩具棒球 你知道我可以講什麼嗎 就是那個小的棒球棍 他就這樣 看著我跑出家門 大家那個時候有個院子 後來搬人家 然後有個院子 大概10公尺 我跑出去 他就這樣 他就直接倒下去 我就 那我第一個畫面 那時候想到包容心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唐伯父點酒香什麼的 啊 包容心的那個酒瓶芝麻關的畫面 就把人家拖著 然後我就被拖在地板上 然後這樣被拖進去 然後地上有血 然後就呆著 就這樣被拖進去 然後就被堵打 好慘了 所以我爸是個很嚴苛的人 所以造就我現在的性格 就是比較嚴謹 真的啦 我爸真的很兇啦 你看真的 我真的都被人放在地板上 算了 這個啦 不要不相信 其實我以前 算了 其實我以前真的是很 我是很害羞的人 只是大家感覺不出來 好來來來 我們畫一個好了 我畫一個比較難的 來來畫一個 假如這個座標叫03 這個座標叫什麼 來一個 不要 我要負二 沒有想說啦 好 同學 結Y軸的叫什麼 這個就叫Y結距 那Y結距現在是多少 就要看它的結點座標 Y是什麼 3 所以Y結距就是3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要看S結距 就是什麼 這個 S的結點座標 那你發現了嗎 它的結座標是負二 所以它的結距就叫什麼 負二 來幫我操操 我求你拜託 要送到哪裏 那可以教我吧 我是在看盡度 算了啦 算了啦 你們國中有人聽過結句式嗎 那有聽過曲成式嗎 沒有啦 有吧 結句式啊 有啊 方程式 算了這樣晃屁 沒事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描述直線 你也可以寫什麼 由斜率去描述 好不好 簡單的說一下斜率是什麼 好 再來有沒有其他的函數呢 直線方程式 可以表示成函數 那你也可以知道 如果寫成Y點A加B 其實那個A就是 它的傾斜程度 是它的斜率 可以接受嗎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其他高中會使用的函數 第一個是多項A 少一個字 幫我補上去 多項式函數 什麼叫多項式函數 就是像這樣 它是由S的幾次方 然後加減乘除所構築出來的式子 就叫多項式函數 那多項式的英文知道 就是polynomial 這個我其實蠻有用的 poly 這個可以學起來 假大一點的人就可以用 好不好 寫出來你老師看不懂 你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好 再來 真的嗎 再來是有理函數 或叫分式函數 寫成G of x H of x 有除式的 那這裡要特別小心 你的H of x是怎麼樣 不能是0函數 不能等於0 好這個要特別注意 可以接受嗎 它沒寫 你要幫它自己讀上去 好 好再來第三題 你有沒有發現 你什麼都看不到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們還要舉一個例子 好我補一個例子 有根式的 我想到了 剛剛上面是不是就有一個 在那裡 這一個 這個就是有根式的函數 好 我們寫一下 過頭了 所以L of x等於什麼 根號的x x 那它有沒有限定 有嗎 你的x要怎樣 大於或等於0 這還蠻重要的 絕對值函數 就是那樣 長那樣 看一下 這個寫法 我覺得太喜歡 或者你也可以這樣寫 L of x等於絕對值的x 那左邊那個為什麼也叫 對值函數呢 因為你脫掉絕對值 要加什麼 要判別證負號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去討論 什麼時候大於0 什麼時候小於0 可以接受嗎 要變號問題 好再來高思函數 來學一下 大家有聽過高思函數嗎 國一有教嗎 怎麼都講國一 我是認真講 因為我是有教國中的 你們國一老師有教嗎 因為除因素廢數的時候 有些老師會叫高思函數 那沒關係 我們講一下什麼是高思函數 它是高思所發明的 因為它有時候很懶 要懶得去說明一些東西 它就會發明一個新東西來弄人 就是這樣 舉個例子吧 2.3舉高思函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不到 到它距離兩個整數之間 然後它有到3嗎 沒有 它有超過2對不對 我們就選什麼 選已經包含的整數的最大值 所以就是2 這樣可以接受嗎 再舉一個 5.1舉高思 是不是有什麼 5.5 對就這樣可以嗎 就很簡單 你說為什麼我們英倍數會用 你這樣看以前100除以3 3的倍數有幾個 取高思符號 原本是33點多對不對 那就是33個 所以英倍數也可以用 OK嗎 國一的時候有教會這樣講 那確保大家一定會 我舉一個比較難的 如果你這個答出來 那這個你就真的不會了 來囉 負的1.7 來寶貝多少 你看 你答對了 同學不是負1喔 是負2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同學你看喔 負1.7是不是介於負2到負1之間 它有到負1嗎 沒有嘛 所以我們要取什麼 就是取它包含著最大整數 所以是負2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一題高思叫負2好不好 這就是它取的一個規則啦 它畫出來圖形也很特別 會成一個階梯狀 所以我們稱之為高思階梯 這超出我們課剛就不教了 再來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 好不好 等以後你就知道了 還有三角函數 等以後就會知道了好不好 好就這樣 這些都是我們高中會用的喔 好再來 精選範例1 國中問題來自己看一下 從現在開始 我用比較快的速度 因為很簡單 那如果跟不上 或是我講太快 喔 你就叫一下 盡量不要太隱藏 就正常的音量 喔 來 地域 誰的範圍 S範圍真棒 好所以咧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帶的X是合理的 那就OK 那因為它在根式裡面 我們剛剛講 根式的函數 它至少要怎樣 根號內部是不是要怎樣 要大什麼0 大於等於0 可是因為它又放到分5 所以可以等於0嗎 不行 所以要怎樣 大於0 它這個會做嗎 幹你給我會做喔 超貴 所以移向下 S平方加X 減6 小於0 然後呢 因式分解 S加3 X減2 小於0 小於等於 是不是在兩者之間 可以介紹嗎 這個有交嗎 小於等於 是不是在兩者之間 小於等於 都在兩者之間 小於當然也在兩者之間 好 我可以把圖來看 負3跟2 先把0 借值等於0的情況畫出來 所以這個是2 這個是負3 然後呢 右邊大於0 在2的時候等於0 好 所以圖形是長這樣子 可以接受嗎 右開口向上 那你要的是什麼 小於0的範圍 所以是這一段 所以S會介於七到幾之間 就介於負3到2之間 這樣可以嗎 那個 好 那講一下 同學 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這是一個示意圖 就給我一個例子 你S的地方大於2 隨便舉個數字 像誰 3啊 4啊 都可以 你3帶進去 所以因為怎樣 兩個都是正的 所以它的圖形 就一定會在什麼 上面 可以接受嗎 所以右邊都是正的 我聽得懂嗎 所以我就畫在上面 那如果今天你帶入2的話 你有發現是不是剛好等於0 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一開始會先把等於0的兩個節點倒出來 所以那個就是等於0的位置 那再來呢 漸漸開始向下 你看喔 你再來負3跟2之間的數字 向誰 來一個 0 0加3是正的 對吧 可是0減負2是怎樣 欸 0減2是怎樣 是不是負的 所以一正一負相乘 是不是這中間的區間 其實都是小於0的 可以接受嗎 因為它會比負3大 但會比2小 所以一定是小於0的 然後漸漸的到負3又剛好等於0 對不對 之後呢 再來 可能帶負5帶負6 是不是也會大於0 為什麼 因為你帶負5帶負6 是不是兩個都怎樣 兩個括號內容都乘負數 可以接受嗎 所以負乘負5會大於0 所以它的圖形也會在上面 好 所以有這個結論就是什麼 只要今天呢 你帶右半部是不是都大於0 然後帶左半部是不是小於0 所以小於等於的部分 它會出現在中間的區塊 這就是之前講的嘛 可以嗎 你就可以畫出來了 再來右邊呢 然後它的植域是什麼 同學 這個題目跟剛剛不太一樣 你要求植域是誰的範圍 Y 對 所以寫一下 Y是range 那Y怎麼求 同學你有學過拋物線嗎 有是不是 不知道 不管了 那拋物線要求它的極大極小值 它像這個開口那樣 領導係數是不是1 它開口是不是怎樣 因為大於你的關係 所以整體是不是向上 所以它存在一個什麼值 對不對 有個minimum 對不對 那它 就給它 是人嗎 那minimum 以上的是不是都怎樣 都是它的範圍 那minimum 以下的是不是它就沒有圖形了 對不對 所以就不是它的值率了 所以我們要先把最小值 經由配方求出來 好我稍微配 等我一下 M 對於什麼 我看一下 S P 間 X 然後中間像除以2 在平方除以2是多少 四分之一 多加四分之一要減回來 就四分之一 所以稍微配一下 這樣子嗎 對不對 四分之三 所以它開口就有什麼 向上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三 你看啊 你這裡是不是多加 等一下喔 我用個漂亮的顏色 這裡是不是多加四分之一 那你这里要点回来才会balance 对吧 可以吗 才会刚刚好 好 所以你就知道 你的y至少要大于谁 你的y至少要大于3分之3 对吧 那你值余要怎么写 因为有无限多多可 所以我们用那个集合的符号来描述 y怎么样 特殊叫所有的y都要大于等于4分之3 等于4分之3刚刚好就是它的密码的位置 来到这边 如果你没有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好不好 那想操的可以慢慢操 去休息了 拜拜 手机剩下10% 30% 上个课就剩10% 我是个下午的 我基本上就会顺着这个 我先试下来 你准备的 我先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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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让我重变了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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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烧 你還要打贏 你能風雨 朋友們 你好累的幹 不要 都累了 我們要上課囉 再來 我們緊接著好不好 看飯哥 飯哥也是一題 可能簡單的題目好不好 就是對應的 對應的善為 然後帶入對應的數值好不好 就跟著勾在就可以了 來看一下 S 地方用三代 M53 對不對 它要怎樣 看一下 大於5的切與0到5之間的 然後雷消為等於0的 分別有不同的函數對應關係 可以接受嗎 然後去做代入 那三代哪一個 就在這個吧 對不對 用看著就知道了 所以 S 的地方用三代 等於2乘上3 好 就這樣 答案就是6 要問我為什麼就這麼簡單 簡單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你看 我可以做這個符號嗎 當然是笑我的 不不不不不 負3 就這個 那你要先注意 你在代入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把負3的結果帶出來 然後再去做代入 那負3代哪一個 看一下 是不是這一行可以接受 有看到我幫忙這個嗎 這個這個這個 所以 S 的地方用負3代 會得到2 3 可以負3 然後加上2 負3代9 9加2是不是11 因為它其實就是L11 那11是不是要找另外一個對應關係 大於5的嘛 所以就是 11減2等於9 同學 這樣是可以嗎 就慢慢算就好了 這完全沒什麼難度 好 再來 計算三 順順地講 好 再來 再來 我們往下看 它會 下面的敘述是正確的 它給你一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 同學 Ls圖形其實就是怎樣 它其實就是y的意思 那你後來要意識到一件事情 你要能把一個函數 畫在圖形上 畫在sy做標圖形上 它一定要有什麼 一定要有y 俗話說得好 有y才有圖 因為它是s跟y之間的對應關係 因為s能代入出得到一個y 那就可以點一個點座標 漸漸地勾勒出曲線或直線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 他說F0等於4 就是s的地方用0代入的時候答案是4 來用你的眼睛瞄一下 有沒有通過它 有沒有 函數有沒有s的地方用0代入4 有嗎 所以就選1 就這樣簡單嗎 嗯 有兩次喔 他說s的地方用0去做代入 所以要得到4 可以接受嗎 他說04在這個函數圖形上 那你去看啊 函數圖形下就是這個曲線 那請問有04嗎 有嗎 它有通過就可以 所以答案是1 再來F5s的函數圖形橫正 同學 有些人會講 我必須要說 有些人會說 這個繼續高位往下 搞不好就負了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就在下方 只要比什麼s軸還要來的小圖就是負的 因為s軸有個名字叫什麼 要y等於0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判決政府的一個基準線 對吧 但是我要跟你講喔 他說他的圖形形如下 所以他的圖形其實只有這一段 所以他有沒有正 我就問你這一段是不是都正了嗎 是 那就是了 你不要管其他段 他給你多少就 看多少就好 所以橫正 所以2也是對 好不好 不要自己把它無限延伸 再來 y的直域 同學 直域就是y的範圍 那y的範圍在哪裡 來 y是看上下還是看左右 對 要看上下 最大的max是7 最小是不是1 所以他的範圍是多少 17 對不對 17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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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可以嗎 Why is range Why is range 17直播 之前 因為我那個疫情嚴峻的時候 我們有老師用一期直播來收課 還可以打賞 可是大家發現這個那個問號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17直播要18歲才可以 才可以用 你知道學生都沒有18歲了 然後他們還上很開心 不然上什麼東西 對啊 他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他們可以用 因為要18歲你才可以donate 你知道嗎 很扯 好 再來 而且我跟你講 就算沒有訪信用卡 可以donate 大家不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你知道嗎 就是到最後你媽會收到一個帳單 就是電話中華電信 你只要按中華電信 最後月節付付費 他最後在一個月月底 他會給你帳單 可能就幾萬塊 這樣 真的真的 真的 有一個國中生 然後用他拿他的手機 晚上拿手機去那個 去抖 這不是抖內 他是直接去買全民槍戰的槍 然後一把要五千塊 我不知道買到什麼防曬 這是很智障 然後就花了五千塊 然後後來被他媽發現 然後後來就沒有 不過我們補習班了 他那個 那一個禮拜可能都沒有辦法下床 我在想 被他媽打死了 好 再來第四個 我剛剛講哪一個 來第四個 沒有十根 同學沒有十根 怎麼看 就是指他與X軸有沒有焦點 對不對 同學 還記得嗎 只要與X軸有焦點 像這個有幾個十根 是不是就有三個十根 十根的意思就是什麼 可以帶路 S帶路之後 此的方法 成是等於0成0 可以接送 有沒有十根 因為他就是要等於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麼 來我寫一下 你可以把它想成 有一個圖形叫Y.FOX 跟Y等於0 Y等於0是什麼咧 是不是就是X軸本身 可以嗎 解連力 是不是就可以這樣 合併出我們的這個式子 FOX等於0 對不對 因為它的Y一樣 可以把0放上去 所以它是等價的意義 那這個就是在說 這個函數圖形 跟這個有沒有焦點 有焦點 是不是就有共同解 就會使得有十根 所以可以用畫圖去看 那很明顯沒有碰到 所以就是沒有十根 所以答案4也是正確的 好 再來方程式 他說 FOX等於4 有四個相意十根 同學 這個你不要真的去算 這個用看你就知道了 我剛剛就講可以把它想成兩個圖 結合起來 所以FOX跟Y等於4 然後去看它的焦點各處 這樣畫過去 來有幾個焦點 1個 所以它有幾個十根 1個 所以就不是四個 好就這樣 簡單 好再來它的定義預值 是誰的範圍 X的 就是這個 S是看左右 對不對 很像一個笑臉 所以S的範圍 所以是-2到40間 對嗎 它為什麼這個就好了 它加這個要幹嘛 為什麼要突然加在一行 對耶為什麼突然加在一行 因為加在一行 都會讓我覺得很奇怪 加在一行是什麼意思 同學我跟你講 這一行有點多餘 這一行不加也沒關係 有點奇怪 好不好 這個答案1246 6也是正確的 這樣可以嗎 1246 再來蠻喜歡考的 但是蠻簡單 就是去看它的那個 解交集狀況就好了 好 再來下一個 自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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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歷史很經典 請欣賞一下 這題應該在你們的效用券 還會再看到 好像是龍神板的 龍神板消卷 來欣賞一下 請問這一個的值是多少 有可能真的叫你帶進去算嗎 你帶進去算會有點精彩 但好像還是可以有答案 還是可以有答案 但是它不是要你真的去帶 來同學欣賞一下 這個可以把它想成是什麼 這是y 給我一個x 會得到一個y的感覺 可以接受嗎 所以一個s 用4321 去做代入 一個s用43 321去做代入 你有發現它很像誰 你很聰明 對很像 只是它的x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這個 一個叫這個 聽得懂嗎 這s1-s2 ye-y2 那我問你 這一個哪裡是寫率 是2345 最基本上就是2345 對 答案就是這樣 不用算 2345 應該就是寫率 寶貝 再看一次 這一個點 如果不要做 叫根號 4321 那你abelf 根號 4321 這是不是一個直線方程式 對不對 所以代入的直指數就是它的y值 就是這個點的y 高度 可以接受嗎 另外一個 是不是叫 根號 3210 不要問我為什麼它在右邊 我畫一圖 然後 F5 根號 4 3 2 4 3 2 1 0 這一個 跟這一個相見 這一個 跟這個相見 然後寫成分子分母 不就是斜率的什麼 定義嗎 可以 可以上嗎 所以這一題 就是2345 聽得懂嗎 就是剛剛那個 點結識 什麼 好吧 那去算它的斜率 這一題很特別 很特別 那它怎麼看出來的 第一 這麼醜的東西 一定不能算 第二 你發現它相減相減 這個就是y 這個就是y 這就是x 這就是x 所以s分之y 水平分之千值 就是斜率 那根據我剛才已經說明過 這個是不是就是它斜率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2345 算是蠻特別的這個題目 欣賞一下 再來范利姆也是一樣 它也是斜率的意思 看一下這句話 每增加多少 y就減少多少 它其實指的就是一個斜月意義 向右二 到雷會向下三單位 這指的就是一個斜過的傾斜程度 可以知道嗎 它斜率 由左上到右下 所以是多少 所以就是負的2分之3 左上到右下 負的2分之3 你可以把它剪成這樣 搞笑了 22 然後這什麼 這3 然後左上到右下 所以是2分之3 好不好 所以有看到這句話 要想到什麼 清潔程度 寫命 那s的地方 用1做代入叫做4 然後求f和x 那我們可以利用 用什麼 1.x加b的那個 擷句式來寫 y等於斜率2分之-3x 但是呢 常數項 我暫時不知道 因為我只知道相對應的斜率 所以我還要找到一個條件 然後把我的常數項 k求出來 找誰 找這個 s的地方 用1做代入得到4 都可以寫出來 s的地方用1代得到4 這是一個高級寫法 可以學一下 s的地方用1代入 然後y的答案是4 所以y寫做4 s的地方用1去寫 k 就可以把那個常數項 寫出來 因為它通過這個點坐標 所以可以把它想成通過1.4這個點坐標 所以可以做代入 所以答案是吧 11分之11 好 你就可以寫出來了 所以f和x等於2分之-3x加2 10分之11 好 就這樣 那再來 因為它是一個一次函數圖形 所以一直線 而且它是向下的一直線 對吧 因為它協力是負著 從左上到右下 然後他問 它的最大值就是最小值 那你一定知道 越左邊是不是它怎樣越高 越右邊它是越小 所以它的最大值就是s的地方 用-1代 那最小值就是s的地方用3去做代入 所以我們這邊它分別用-1跟3代入幾位所求 但你必須要怎樣 先把它的對應關係求出來 就是直線方程式求出來 你才能去做代入 那剩下代入就很簡單了 2分之-3乘上-1 再加上2分之-1 我先翻一下 15嗎 欸 為什麼是數 是7吧 哦 對對對 是7 我翻錯了吧 好 再來下一個 m of 3 1 1 是不是 2分之-3乘上-3 然後再加2分之-4 這得到1 可以接受嗎 所以它最大值就是7 最小值就是1 可以嗎 來等你一下 那你剛剛應該無形之中有提到 我講到一個比較陌生的名詞 這一個方程式 其實我們有一個名詞 叫做 結句式 為什麼叫結 欸 寫錯了 發Q 不是結句式 等一下 等一下 把他再玩笑 不是結束 應該念斜結式 我剛剛講錯了 斜結式 什麼叫斜結式 它會有斜率 斜率就是這一個 可以嗎 斜率 再來它會有結句 你知道它有誰的結句嗎 它有Y結句 怎麼看 到S的地方 你用0去做代入 你有沒有發現它剛好Y就叫K 可以接受嗎 所以它會有一個Y結句 就叫K 好 你可以當個小嘗試 知道一下斜結式 有斜率 有結結句 所形成出來的方程式 叫做結句式 也就是以前所學的 Y等於AX加B OK 對吧 再不要叫 因為有丘數順講上去 再來題不叫 謝謝 不懂 自己看 他說題目很難 什麼高分 要調分 用一次函數來加分 同學 你是可以假設Y等於AX加B 然後去看它的調分怎麼調 可以接受嗎 然後咧 你知道我幹嘛嗎 假設Y等於AX加B 之後呢 S是什麼 假設原先的分數是多少 20分 S20代得到後來的Y 調整後的分數是50 再來60分代入會變多少 100 代入去求A求B 然後就可以知道它的對應關係 那就可以去看它的分數怎麼變化 好不好 這屬於國中數學 我就算了 讓你繼續算 行嗎 繼續算 手機好棒 好 再來我們往下 應該到二次差不多了吧 自己算 自己算 再來我們簡單的講一下二次 那二次呢 也是國三的複習 好不好 我就講一下它的特徵就好了 幫你做個複習 來 首先呢 二次函數 它有三個要注意 有一個就是0點開口跟平移 這個分成三個單元去交 好不好 那經由配方法你可以得到 它的頂點坐標 好 來 首先呢 如果領導係數 好 領導係數大於0 它一定是右上升 可以接受嗎 我們看右邊 同學 以後都學我 都看右邊就好 它右邊垂下去 就是小於0 上升 就是大於0 我怕會做到 大於0可以嗎 三次函數圖形也一樣 公式函數圖形都一樣 只要右邊往上 它就是大於0 就是這樣 好不好 好 再來它的 Rtex 它頂點坐標記一下 這個單管叫2a-b 然後4a-b 同學 後面 那一個 你沒有背沒關係 但前面這個 你要隔背起來 除非你要用微分的 那不然 這一個你最好記一下 因為我們後面 我會教你怎麼去看它的 一個正負 那就需要等一下 它配方出來的頂點坐標 在f軸 那因為它的頂點 是2a-b 它的x是地方 2a-b 所以它對稱軸 就叫2a-b 這個意思吧 如果你的頂點叫做3e 怎樣 這條就是什麼 s等於3 可以嗎 好 這是大於0 就這樣 右邊也一樣 開口向下 好 因為a是怎樣 小於0 它頂點坐標 一樣叫做2a-b 然後4a-b 然後4ac-b 後面 不背沒關係 但前面要背 好不好 這個要記 那對稱軸也一樣 對稱軸也一樣 又再畫一次 只是開口不同而已 這是國中的配方 好 再來我們來講一下以前的小結論 來y-s平方 你可以畫個基本圖 它通過00 然後我畫這個 好 這一條 這一條 然後左邊跟右邊會形成對稱 你帶s-1跟帶e 答案都怎樣 都是一樣的 所以 這是一個平滑曲 我畫比較醜好不好 你自己畫好看一點 好 y-s平 那如果今天它是2x平 你會發現 因為有乘2的關係 原本如果代入了指示1 像這個 s的地方用1帶 答案是不是1 對不對 那現在s的地方用1帶 因為有乘2 是上升的比較快 所以它的口會豎起來 所以它圖形就是怎樣 比較細一點 比較y等於2倍的x平方 那1 2分之1 因為乘的數字怎樣 使得它上升的速度趨緩 所以它會比較平緩一點 好 長這樣 y等於2分之1x平方 那再來加一個負號 等一下 領導係數就是向下 所以它會變成開口向下 剛好翻轉轉過來 來 不好意思 要一樣 綠色 綠色 好深 最後這個好了 來 往下畫 y等於負的x平方 它這上面的顏色看起來 比我這顏色還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誰 它是這一條線 翻轉下來的結構 原本正的就變負的 因為插一個什麼號 負號 可以接受嗎 好 接下來我們要寫結論 如果叫y等於as平方 好我現在就聊了 y等於as平方 可以嗎 那a大於0開口向上 a小於0開口朝下 那絕對值得a 同學 我們只看它的數字 它如果成的數字越大 那它的開口就怎樣 越展 上升的速度越快 或下降速度越快 那反之 如果a小於 a的數字越小 它就開口怎樣 比較關 開口關 好 怎樣 來 來你一下 想到你喔 他有錄影嗎 好 可以 這樣行嗎 好 那配方 不僅可以求頂點 我們還可以看它平移之後的結論 那等一下我們下面這裡會教你一個 我覺得非常實用的東西 就是國中的方法平移 還有以後我們高中方法的平移 可以學一下喔 來以前我們國中呢 來看一下喔 如果要求拋物線的平移 那我們是得先看它的頂點坐標 假如它配好了 右移五 下移三 讓我們寫一下喔 底置它的頂點坐標 原先的頂點 那頂點我們都會寫P 那怎麼辦 那 抄一下 欸為什麼 欸我不知道 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欸 跟我沒關係 好像講音不錯音 好 來洪雪 那你 那是扣它的吧 也不是扣過的吧 來洪雪 你把這一個縮立的這個範例 稍微抄一下好不好 就抄這一行就好了 我是不是可以去尿尿 還是我待會都尿到手上 欸我後來發現這個水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個白痴 可能鐵頭啦 他就把那個兩瓶水放在那個椅子上 那我剛剛躺在椅子上 然後整個背部都是死的 都整個白痴然後把水放到那邊 好 那我繼續講喔 為什麼我們頂點都用P 因為它英文 可以學一下喔 頂點的英文叫Fertex 可以用起來這裡 所以一般你的數學老師都用P來代表 可以嗎 那原本的頂點坐標 我寫滿一點喔 是不是叫做二三 這樣可以嗎 那右移咧 同學 二移五 所以是不是二又加五 就這樣 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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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移三 2加5 B後來的值是 我把它等於插掉了 我等於好醜 B後不是 2加5叫7 然後呢 3減3叫0 所以等到後來的坐標叫70 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那個A 高路線的這個A 同學他決定什麼你知道嗎 是不是決定了開口的寬站 還有上上下下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你如果今天加平移 你猜那個A會改變嗎 會移動過去之後開始 閉合起來嗎 又不是很羞愁 對不對 所以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A其實也是講那個 拋物線的長相 OK嗎 所以怎麼移它的A 都不會改變 那一開始的A 你會發現它是移 所以它後來的領導係數也一定還是什麼 1 所以你就可以寫出後來的 原先方 後來的方程式叫什麼 Y等於X 4減7的平方 再加上0 好 你欣賞一下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把它講開來 這是我以前 因為我想要證明一個事情 2714加49 好 我們就下到這裡 好 這是它展開來之後的一般式 Y等X平方-4X加49 那如果今天我們用函數平移的觀點 同學你學起來 之前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向右移就是S去解一個單位 向右移就是S解多少 所有的S解1就是向右移 那所有的Y呢 跟著怎樣 去減一個數字 好像-K就是什麼 上1K 這就是一個高級的做法了 適用於任何函數 當然我們的拋步線也可以 所以你只要怎樣 原先的方程式 S是長這樣嗎 好長這樣 然後你把它右 右 過來好了 寫右沒有了 在這裡 右五下三 所有的X4都寫作X-5 那就右移五了 再來呢 所有的Y 因為它是下移 所以要寫成什麼Y加3 Y的第一高 要加3 上移就是Y-下移就是Y去做加 剛好跟它相反 來整理一下你會得到什麼 3跟3是不是就砍掉了 對吧 3跟3砍掉了 所以得到Y 平方不見了不好意思 所以Y點什麼 就是S-7的二次方 那我不用散開 你發現了嗎 是不是長得跟原先的一模模一樣一樣 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不是啦 這就是真的 這以後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用頂點去平移 不用 你可以直接改那個S跟Y的數值 來我講個比較難一點的 舉個例子 Y等於 大家應該還沒有學三角函數嗎 對不對 那我不要去這個 我去一個哪一個 好 三次方好了 3X 3次減掉7S平方 加3 同學 這是一個很醜的函數了吧 夠醜了吧 那如果今天我們像它怎麼樣 向左1 然後向下 不要 向上 你要怎麼寫 就是只要有X 是不是都寫作X加1 可以接受嗎 只要向左1 X就寫作X加1 只要向上Y的地方就有-2 可以接受嗎 你就可以寫得非常快 你也不用再去求它的中心坐標 因為三次方 你知道它的頂點嗎 頂個P 三次方長得一樣 你現在都不知道 對吧 所以高次方程式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技巧來調整 就很酷了 所以它就可以寫成Y的地方-2 然後S的地方全部都寫作S加1 這就是它平移之後的新函數 乘開來就是答案 這就是我們高中的做法 尤其是複雜的函數 就非常適合使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以前有教過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還是要講一下 不用吧 要嗎 這個上面有PS加S- 這有講過吧 有啦 有啦 不行的 下課可以來找我 可以講一下 又沒什麼 好 過來今晚期 同學這個做一下吧 這題有兩個方法 我先介紹 現在看到的 看到這個題目的你應該會怎麼做 看到第一個直覺 整理配方有最小值 所以你就是會把它盛開來 然後去做整理 對不對 沒錯 第一次我們都是這樣子的 但等一下我會寫一個結論 你要把它記下來 可以嗎 這樣子就會快很多 來 我示範一次 好 我示範一次 我盛開 不是一般的盛開 看清楚了 S平方件 2X 好 成家了 加1 加上S平方 減3X 減3X 加9 加8Q 6X S平方 減4X 加25 整理一下 變3 3倍的S平方 然後減2倍的E 1加3加5X 1加3加5X 然後加很醜的一個東西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我不寫 好 去寫 好 同學 今天它的常數像就是一坨很醜的東西 我們現在沒有要算它 好 那我要把它配方 那我要把它配方 是要把3 怎樣 就提出來 我這樣保留它的長相 3提出來 所以S平方 然後3分之2倍的E 加3加5 然後很醜的東西 就是一坨數字 一坨數字 好歹是中間項數以2在怎樣 在平方 我是應該寫外面 所以你會得到3倍的X 減掉3分之1加3 加5倍的 在平方 假如你今天配完剛剛 這裡會有個長數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不是還是會跟著一團 很醜的數字 知道在講什麼嗎 好 這個數字本身其實不重點 重點是我希望你看這個 當X怎樣的時候 會產生極大值的績效值 領導性數字 正A大於0 所以開口向上 對吧 好 然後呢 它頂點座標是不是 是叫做3分之1 1加3加5 然後會有一串很醜的數字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什麼時候會發生極大值極小值 就是 當X 等於1加3加5 除以3 就是剛好為算數平均數 可以接受 所以這題要告訴你的就是 當它是算數平均數 數值 基因值會發生 剛剛我這個平均數你看得懂嗎 寫下好了 原本不是要中間像除以2在平方 這裡是不是有一串很醜的數字 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多怎樣 多加了3倍的很醜的數字 就要減3倍一坨的東西 你可以接受嗎 對吧 不論那一坨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一坨數字 可以嗎 所以我這邊都是畫 那個省略的符號去寫 因為那一坨數字的本身並不是重點 我們要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 會產生極大值極小值 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個結論你要記起來 他說H 所以這個H是什麼 等於1 3分之1加3加5 那也就這樣 我們用算數平均數 有看過這個符號嗎 沒有 這就是算數平均數的意思 啟動我好了 來講結論 就是以後 只要遇到3個的平方相加 或4個或5個或6個或100萬個都一樣 有個例子喔 S-S加1的平方 加上S-3的平方 加上S-7的二次方 什麼時候它會有幾小值 因為它領導係數是開口向上 對不對 所以會有個minimum 什麼時候會有幾小值 就是到S等於 這裡是不是-1 這裡是不是3 這裡是7 當-1加3加7 除以3 度平均的時候 會產生我們的幾小值 就變成一個很酷的結論 要不然你每一次做 是不是都要去配方 但經過剛才的配方 你會發現 其實就是怎樣 這裡是不是剛好就是它的算數平均數 所以你以後就不用配方了 以後算數平均數 得到的這個數字 來 有利口 這答案是多少 7 等下 等下 看什麼 喔厲害 是不是3 同學 那你看 你知道當3代錄的時候有幾小值 那你就把3代進去 3加1多少 是不是4 4的平均數是16 再來3代進去就是0 所以16加0加3 3就進去 這裡是16 所以它的值就是32 32就是它這個配方完的幾小值 可以接受嗎 你就不用再去配方 然後去看這一坨東西是什麼東西了 因為它的計算算有點繁雜 有點複雜 這要背下來了 要不然你每次要配方 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不好 我偷偷講一個延伸 比較一下 你知道嗎 那你有聽過這個嗎 s-1加s-2 然後跟s-7 這個是以前我們教的 對不對 它什麼時候會發生幾值 就是當它什麼 為中位數的時候 你可以寫個比較 當s等於2 也就是它的中位數 這個時候會有幾值 免領 你這裡給寫一下 這個怎麼來了呢 同學這個很簡單 我講解一下 把臨界值1271畫出來 你看 這個是指有一個人 能到1到2到7的距離相加 然後想要求最小 你可以畫畫看嗎 1 2 2 3 感覺就不是最小 再來 1 2 3 這只要你畫左邊或畫右邊 它都不是怎樣 最小 你剛好取正中央 就發現 s的地方到1 跟s的地方到7 就是少了到2的距離 對吧 它就變成最小值了 好不好 跟這個很像 所以我寫個比較 你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 不行了 讓你操操 D8體會做 你會寫的D8體可以寫一下 它說 s平方加bx 在1的時候會有最小值 所以就怎樣 第一 什麼時候會有最小值 什麼時候這個二次函數會有最小值 對 它有像上 所以你畫個簡圖 畫一下 我們就會畫畫了 靈魂畫的 來 我們畫一下 所以這點就是什麼 s等於1有最小值 是不是叫-a分之1 可以接受嗎 那有它的頂點坐標嗎 好 那你可不可以利用頂點坐標 去寫拋物線 可以 那你也可以怎樣 你可以試著直接把 一開始題目給的這 這東西 直接配合 可以接受嗎 好 可以做 不要了 你做了 你自己寫 會寫嗎 那你覺得是把這個配方好 還是從這裡回推比較好 你覺得 為什麼 因為它這有數字對不對 好 那我們寫一下 用回推 用頂點 回推原本的equation 所以你會等一下 我先回推 回推 看到嗎 回推 好 那你是會先等一下 先寫s-1的2次 然後-1分之1 對 這裡有個細節 這個前面要寫多少 這前面這個東西要寫多少 猜猜看 猜猜給你一個禮物 送你一個禮物 鐵頭的芳香瓶 我剛剛找到給你 很香喔 有剛剛那個阿勞味喔 你知道什麼是阿勞味嗎 就打籃球的時候 那個阿勞 我不是在罵人 就是外勞 都不穿上衣 你知道嗎 在香山運動場打球 不是跟你講過 香山運動場打球 那個外勞 他都不穿上衣 那有一次 我的手就是被他們的一下夾住 所以他就說 他就從 他就是他們很猛 就是想要抄你球 然後他有時候環抱你 會有時候犯規動作 很兇 而且他們 你又不跟人家 argue 因為他人事眾多 他們去就是20個人 然後圍著籃球場 然後看你打半場 然後你就只能自己摸摸地吃下去 所以有一次我剛剛打球打到一半 後來我就中途離開 就是有一次那個阿勞抄我球的時候 我整個人 就是被他一下這樣子 後來我直接離開 我說你幹嘛 你幹嘛 然後就在下面 然後香山運動場旁邊有水龍頭 我在那邊沖了10根那種 很臭 這就是那個鐵頭 打到位 真的啦 你可以聞聞看很像 好 為什麼是A 又一個理由 對 他其實這樣講也沒錯 因為前面就是A 你想想看 你配方之後 他的領導系數會發生改變嗎 不會嗎 對不對 這裡乘開還是AX平方 那他這裡乘開也一定是AX平方 所以這裡有個小細節 就是前面的領導系數是A OK嗎 有些人會忽略 要特別注意 好再來簡單了 那 乘開來去比較西數 誰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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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到這邊 欣賞一下 看看有沒有問題 現在已經很久沒去打籃球了 以前 當初我身高190的時候 我也是可以灌籃 但現在比較矮 所以可能灌到你 我以前身高172左右的時候 我是可以扣到籃籃黃 現在身高180 我摸不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啊 因為我之前氣胸過了 想起來 我氣胸之前我體能蠻強的 大家有跑過1600公尺嗎 你跑多少 你不會算 你聽不懂分鐘怎麼算 我1600有點強了 真的 我1600公尺之前大學 大學可以算嗎 大學 大學測試五分四十多秒 我要拿全校第六名 我跑著跑著 我就漸漸離開了地板 然後越跑越高 越跑越高 然後長出翅膀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換了 你有時候那個 不是慶祝風景比較大 台風天 有時候你會看到我在風景裡面奔跑 真的 欸我真的跑得蠻快的啊 我100公尺之前大概12秒多 強包 但沒什麼U 到現在 然後跑樓梯 跑上二樓搞不好都會喘 這沒什麼U 對啊 長得到老了之後還是要多運動啊 來同學 再講一題你受得了嗎 好 受不了是不是 那我們就再講一題就好 我們挑戰你受不了的題先 給我整受效 好 可以吧 好 來來來來講翻證 你看到這句話了嗎 他說 一個函數 長這樣 他幾次 二字 所以它是什麼線 跑五線 就跑五線 跑五線 專業一點 跑五線 好 對對的意思數T都符合這個規則 你知道它在公殺會嗎 DM2加T跟F2減T同學 這個都是它的Y值 對 這是誰的Y 是S用2加T代入的Y 這是S2減T代入的Y 我好像打嗝 然後我下一個人的敘述正確 對不對 這題真的很酷 我喜歡你 你看到這個 你有沒有要知道 什麼時候Y會一樣 拋物線什麼時候Y會一樣 演繹那個數學有沒有 就是左邊右邊一樣的時候 什麼時候左右會一樣 你中間打路是S01 那這裡是3 那你猜左邊 左邊是多少 你哪 這裡間隔是2 那你猜這裡間隔是多少 還怎麼-3 不是啦 這間隔多少 一定是右移2 左邊也會移動2 他們對稱他們才會怎樣 所以會一樣高 所以你得先找出他們的對稱軸 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嗎 那怎麼發現的 同學 因為它Y一樣高 所以它一定是怎樣 主流對稱 可以接受嗎 再來 因為它的A數是大於0 所以開口向上 圖形不要畫錯了 好 我們畫一下 老師 等一下 還用變態 就 啊 好無線 好像正常多了 哇 黑色 好 來 你可以告訴我中間是誰嗎 我們可以送你阿撈金油 可以回去給媽媽 想要跟媽媽有時候炒菜油不夠 或是爸爸想要那個什麼一條根啊 要推那個魚青 這個就很好 會有一種香香的味 欸 這個是我上次分了之後 我媽回去以為我被男生怎麼了 怎麼這麼濃厚的體味 不好意思講 我爸可能那一天懷疑我的性相 我爸有注意到 我爸一直對我笑 來老師你想想看喔 2加T 然後呢 加上2-T 假如一個是3 一個是1 相加除以2是不是就是正中央 對不對 我講錯就到了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找正中央是不是除以2 寶貝 答案是多少 2 好 所以你就知道正中央是SN2 可以解釋嗎 那我扭1跟4 誰離2近 哇靠 剛剛打不出來就很可怕 是不是S等於1離2比較近 快快快 我們快講完了 你就可以休息 好 S等於1 那S等於4是比較遠 所以比較遠的怎麼樣 比較大 這個是不是因為它是MAM 號物線的地點 所以它最小 所以2一定最小 我們找一下答案 選誰 C C C 藝術 一個好 來下來 好 來 這檔我們選C 來 到這邊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好不好 剛剛好再回答 你要去廁所 那我要去 我覺得胸口很痛耶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有沒有財富自由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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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財富自由 我賺100塊 我現在已經賺了118塊錢 真的 更多的投資一點光 真的是精銳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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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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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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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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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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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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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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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